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Tobi 神庭恩 今天帶了三隻鷹女仔 首先有 哥羅哥羅 有 莎布莎布 還有 這隻 是暫時不知道名字的 其實我建議大家都應該是去修養的 很多人在家裡會自己一對愛情生出來 他們不是故意繁殖的 因為我知道他們是因為家裡一對的 他不忍心不讓他們膚蛋 又要找主人 其實很多 Trobo Trobo都是別人給我的 那時候是一顆粉紅色的肉 很小顆的在蛋裡破殼出來 毛油還沒生齊 在地上走 然後叫聲就好像恐龍一樣 很吵 後來他越大就越漂亮 他有一隻雙色越綠 他是比較特別的品種 如果是香港的話 他有一隻喜歡講電話獎 喂 誰找Shabu Kiss kiss 我去Kiss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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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boy 沒有人在後面 Kiss kiss 對了 乖 很奇怪 一隻喜歡講電話獎 有時候我把我的銀行機密的文件 需要碎 我是不需要買碎紙機 你知道要進去的籠子 他轉頭幫你碎了 好搞笑 很有用啊 不然就只給他東西吃了 大佬 我自己喜歡帶他們出街 沒有那麼害怕青 出多些街 不要出到好像 哇 車啊 然後很害怕 他們已經訓練到已經不害怕了 有時候他們如果把毛收到很窄很小 就代表他通常很緊張或者很害怕 如果看到現在他鬆了毛很肥 就代表一個很放鬆的狀態 有時候可能碰到他死都不肯咬口 代表他又不喜歡 喜歡你摸的時候就像他這樣 他會倒下頭 那你就可以任摸了 這個是奇怪的獎 不是隻隻獎都會親 其實他是意外飛到我朋友的朋友的家 每一個人去摸他都OK 所以他是一隻善良的鸚鵡 但他飛行能力真的差 我家裡有一些玻璃他會撞進去 我經常要救他 我覺得有兩個可能的 第一就是他不小心走失了 第二我都聽過有些人是 我不養了 雀仔會飛的 放他出去 他被你養慣 但他每天都在家裡有東西吃 餵到在口裡 他出去是不會懂得覓食 就是狗死一生 其實每天那些鸚鵡的page 很多人都說不見獎 但不見獎的原因 來來去都幾個 但都沒有人願意去改善 有些就是可能 我的鸚鵡很乖 從小到小都跟著我 那我出街都不用下腳簾 但原來就是萬一可能你出街 有些小朋友衝過來摸他 又或者有些很大的車 他一怕 雀仔的本能是會飛的 因為我也有兩次走失了的經驗 全部都是因為 我是一個很大義的爸爸 自己我現在做一些小鳥 每個星期都 我都希望把這些信息傳出去 有剪役或者沒有剪役的小鳥 出街都應該要鎖上腳簾 或者一條飛行繩 花少許錢 裝一個蚊網 他偷走了出來 他都不飛了出街 他最多飛在你家裡 你一定找得回 這隻還在找他主人的菜內加爾鸚鵡 因為他的眼睛 外面是黃色 眼睛是黑色 這樣的程度 代表他已經成年了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有五至八歲 他比較文靜的 他沒有剪役的 所以他是飛到的 而且他有一個腳環 他的腳環在他的腳的右手邊 他是飛到我朋友的家 在將軍澳 你發現你是不見了一隻鳥 不用擔心 他在我身上 你可以隨時聯絡我 說他的腳環 應領回 他在等真正的主人出現 我覺得如果選擇的話 我想選一隻 顏色一點 他不是特別漂亮的顏色 他是脈絡色 黃色 頭髮 樣子好像骯髒骯髒 灰色 但是我覺得這些就是緣分 那時候我記得我進去 他有一個小膠盒 有三隻BB 就指了哥樂 但誰不知他很聰明 我想兩三個月了 就懂得比瘦瘦 然後又懂得自鑽 又懂得擔錢 他懂得做很多事情 這是什麼 來看看 給我 給我 對了 good boy 是不是要吃這個 是不是要吃菇菇 吃到整張桌子都是 幫你撿 罵我 我還沒叫你 我還沒叫你 好厲害 手手握手 手手 對了怪 嗨 哥哥 你不想吃這個 轉 再來 轉 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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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今天我帶了三隻鸚鵬仔來 哎呀 不可以做一隻沒有腳的鳥仔 我經常這樣說 嘩 NO啊你 做吧 快點 收工 快點 厲害